男子赤腳走進派出所 全身沾滿泥土面黃肌瘦 原警以為是街友給他一個便當 一問身份才知道 竟然是找了十天的失蹤人口 黃姓男子上山採香菇失蹤十天 家人急得要命 僅消動員七八十人大搜山 竟然離奇自行破崑 當時民眾沿著西邊走進了山間小路 沒想到再看到他已經是十天以後 男子十月二十四號跟朋友相約到山上採香菇 從六龜自行徒步走進藤枝森公園 再走進悲南竹盛山後 再沿著溪流下山十一月二號到寶萊派出所 失蹤整整十天 身上只有一隻大火雞 喝溪水果腹 遇到黑熊差點沒命 北南竹盛山入夜只有十度 男子生活取暖抗寒 但山區地勢詭異 之前巴巴封災掏空地基 山難平傳 更詭異的是耳邊傳來的說話聲 男子懷疑自己遇到摩西娜 不斷在山區繞圈圈 差點送了性命 但他沒經過登記闖入管治山區 除了採香菇是否涉及其他步伐 還要進一步調查 記者